介绍一下王菊 大家看过101吧 看过 王菊在101里面 拉票的时候 跟观众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我喜欢王菊的 特别重要的一个理由 王菊说 你们手里面握着的 是重新定义 中国女团的权利 记得这句话吧 结果怎么样 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女团 不仅拒绝了 她的重新定义 还把她本人拘之门外 让我们掌声有请 门外汉王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菊 非常开心 今天来到吐槽大会 今天的现场 来了很多 实力派的音乐人 比如狗哥 我觉得每一个明星 都有自己的风格 有的明星喜欢她 不是因为她美 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 足够怪异的吸引力 狗哥身上就有这样 奇特的魅力 比如 如果她戴着墨镜 走在马路上 你就一定会被她心 忍不住就想要看她 看了一眼 还想看 你就想看看 她到底能不能 自己过马路 菲菲 著名的变手 我最近就在看她 参加的一档辩论节目 我每次看的时候 老觉得这个节目啊 很卡 刚开始我以为 是网络有问题 后来我发现 原来是菲菲有问题 菲菲在新一季的节目当中 第一集就差点被淘汰了 菲菲 你想要留在这个舞台上 你必须得有自己的口号 你不投 我不投 菲菲何时能出头 你不爱 我不爱 菲菲马上要淘汰 淘汰 淘汰 菲菲 你看这些口号 你要是能在节目当中 独顺了 还会被淘汰吗 王佩宇老师 在京剧中扮演老生 要经常挥胡子 名副其实 挥着胡子的女孩 我们普通的女孩 最有魅力的时候 是撩头发 王老师不一样 她最有魅力的时候 是撩胡子 王老师每次在台上 撩胡子的时候 台下的大妈都疯了呀 哎呀哇大家好帅呀 真会撩 王佩宇老师说过 金剧需要童子宫 但是加入女团 什么时候都可以 但其实 女团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比如说王老师 你就进不了女团 为什么 你们想想看 一群女孩子 穿着短裙 在舞台上跳舞 王老师 在舞台当中一站 穿着大褂 胡子一挥 拼命拼命拼命啊 喊出我的名字 然后是我们的主咖 王力宏 王力宏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我当时只喝他代言的矿泉水 就因为他上面印着 王力宏的照片 王力宏非常的努力 这些年也一直在拍电影 我也想拍电影 我也想拿奥斯卡 而且我觉得 我可能会比 力宏先拿到奥斯卡 因为我们俩都是 非演员出身 所以起跑线是一样的 虽然力宏出发得更早 可是他跑反了 每次力宏有上新的电影 我脑子里就只有一句诗 影院空荡荡 力宏在硬上 开玩笑了 其实我非常的欣赏王力宏 我觉得他特别的完美 在那个年代做偶像 非常的不容易 要白 要瘦 而且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一眼望去 全是瑕疵 你听听网友怎么说我的 局时强森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从来不怕被黑 因为我已经够黑了呀 原来的偶像为了保持身材 特别辛苦 几年都没有吃过饱饭 像我就活得随性多了 刚刚上台前我还吃了火锅米饭大盘鸡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 燃烧我的卡路里 偶像你成为不了他 就去重新定义他 做好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偶像 谢谢大家 我是门外汉王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